70-80年代,红旗一时的台语歌后刘燕燕 不久前自曝已有一个30岁的儿子 且儿子的生父就是昔日中立角头 绰号燕姬的李盛渊 但30年来李盛渊对儿子不闻不问 还令结婚生子重组家庭 因而使儿子不谅解刘燕燕 为了让儿子认祖归宗 刘燕燕决定上法院告李盛渊重婚罪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自身闽南语歌手刘燕燕 早年在台湾唱红过 拢是为着你等歌 也算是七八十年代的当红歌星 这么红当然绯闻不会少 刘燕燕说 从前她惊人介绍 与澳门赌王何鸿燕认识 也曾经考虑交往 何鸿燕还曾经请她到游艇上做客 但她考量何鸿燕已有配偶 不想介入别人的家庭 因此放弃的这段 可能踏入豪门的缘分 后来混秀场的时候 她慢慢和演员郭美珠成为闺蜜 但郭美珠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 直到一次她带刘燕燕去饭局 眼看刘燕燕跟一个人 说完话后放声大哭 她才知道 刘燕燕结过婚 还有一个三十岁的儿子 听了刘燕燕的故事 她震惊了 这根本就是《穷妖剧》里面的故事 原来 当年刘燕燕放弃禁赌王豪门 却疯狂爱上了黑道人士李盛渊 李敖曾在快意恩仇录里提过李盛渊 李盛渊外号燕姬 曾犯下轰动一时的社会案件 刘燕燕气宿 英国七十二年 她经有人介绍 认识了在黑道 颇付盛名的李盛渊 脸人很快陷入热恋 有了爱的结晶 但刘燕燕当时正红 家人又反对她和李盛渊在一起 她只得偷偷摸摸和她来往 怀孕十个月 都躲在李盛渊家 只做过一次产检 在事业当红期 刘燕燕悄悄和李盛渊结婚 为她生下儿子 给儿子取名刘童渊 简直是杨不悔的童款 俩人在中立李宅 燕客请结婚酒 没想到就碰到 一轻的扫黑项目 曾犯下社会案件的李盛渊 这是头号警察要扫的对象 刘燕燕说 当时她向我拿了一百万跑路 还开票说要还我 结果她一跑不见好几年 票也跳了 李盛渊的大哥邓某 还带位传话 说请刘燕燕把孩子抱回去养 等风头过了 李盛渊就回来 虽然三十年来间追求者不断 但刘燕燕一直认定自己 与李盛渊仍有婚姻关系 而拒绝追求 后来 李盛渊只在儿子三岁时 来看望过 就再也没有音讯 刘燕燕说 我把儿子托给父母带 自己在外面作秀赚钱养他 对父母观念传统 深怕外人得知我未婚生子 不准他在人前喊我妈妈 我知道孩子心里受伤 但我无力也无奈 刘燕燕一直等 希望李盛渊能回来 等到2004年 儿子当兵出车祸 他四处打听李盛渊的消息 好不容易联络上对方 告诉他儿子发生重大车祸 但李盛渊却冷冷地说 你们和我没有关系了 不要再来找我 即便如此 刘燕燕还是没有完全放弃 有一次在饭局上 有人找他打听李盛渊的消息 他以为李盛渊要找人接他了 没想到被告知李盛渊 早已经结婚 自己还被人说成了小三 于是他彻底崩溃 至此刘燕燕真的是心死了 但由于自小的心理阴影 使刘燕燕和儿子的关系 与其紧张 他的孩子因为长期得不到父亲的爱 对他也充满怨念 儿子甚至还有了十分不好的念头 才让刘燕燕决心站上法院 为儿子和自己争取法律上的地位 并与此前委任 蔡逸于律师提起 确认婚姻之诉 据悉 李生渊从一清项目出狱后 以金盆洗手 不再过问江湖事 此前担任中立观光协会理事 至于和刘燕燕的这段婚姻 他一直不承认 刘燕燕当天 在国美猪家喝多了 后来越想越起 越念起当年 帮忙传话的大哥邓某 觉得对方骗他李生渊会回来 害他等了三十年 彼时邓某已离世 他干脆放狠话 做鬼谣讨回公道 或许是承受的太多了 2013年 台语歌手刘燕燕 精传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在遗书中写下 三十年了 无法忍 无法再强颜欢笑 无法原谅自己 对不起儿子 对不起家人 当晚一人好友过美猪 收到他简讯说 我要走了 请帮我处理后事 立刻带着警察 后门冲入 发现刘燕燕已经不省人事 索性急救后 抢回一命 当时还有位女记者在场 全程跟拍 刘燕燕这段奇形往事 才终于曝光 年轻时的刘燕燕 一个礼拜可以赚很多 甚至一个月 就可以买一栋房子 他事后回想 李盛燕只是爱他的钱 根本没爱过他 早年刘燕燕为了养家 帮父亲还赌债 和弟弟生意失败的钱 存款已经所剩不多 现在的他 全部财产竟然只剩十万元 也没有买医疗保险费用 在住院期间 有燕燕的二姐来医院探望他 不但深深来迟 竟然还说 日子过得那么难过 走了也是一种解脱 让好友郭美珠不禁摇头 之后他和郭美珠上节目 辜诉自己的故事 还拿出结婚照证明 自己真的是正宫 而不是小三 他是爱照证明自己真的 有办过结婚宴 但无论他怎么说 李盛渊就是不回应 没想到四年后 李生渊还是没回来 好姐妹破门救闺蜜的戏码 却有了反转 据台湾媒体报道 柳燕燕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自己从无意放弃宝贵的生命 一切都是郭美珠打着讨公道 直屎的阴谋 一切都是他设计陷害的 但刘燕燕说自己出事前 还害怕地问 如果人真没了怎么办 郭美珠还安抚他说 不会 我会马上救你 刘燕燕说 郭美珠告诉他 要闹就把事情闹大 才有翻盘的可能 是郭美珠给他提供药物 还損恿他做的 郭美珠还说之后 他再找记者报道 逼李圣渊露面 帮他解决儿子的生活困境 听着也没什么 很大不妥 关键是刘燕燕 真这么做了 刘燕燕表示自己基于 四十多年的闺蜜情谊 完全相信郭美珠 刘燕燕类帮控诉 郭美珠 我那么相信他 他说要替我讨回公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还到处去说我的不堪 他不过是 想借我的事情炒作罢了 刘燕燕痛诉说 我刘燕燕没有那么不要脸 我从头到尾不要钱 我只是想让儿子知道 他不是私生子 我也不是什么小三 他有光明正大的父亲 对此郭美珠方便回应 当时是刘燕燕 先传词别讯息给他 随后就闹出了这种事 他才敢去救人 否认指使之说 而郭美珠和当时全称 在场的女记者都气炸了 随后因为此事一起 告刘燕燕诽谤 郭美珠老公陈先生回应说 这个事情 我太太是因为关心刘燕燕 那天刘燕燕晚上八九点来说再见 那个语气很重 我们这里有个人就觉得 他的行为很奇怪 于是我太太就赶快去看他 就发现他已经吃了很多药 对于刘燕燕的指控 郭美珠的老公表示很不解 强调当时是对方自己做的 回顾头来 还埋怨到自己老婆身上 真的是有点狗咬吕洞兵 不食好人心了 为自证清白 郭美珠也说出一个 耐人寻媚的细节 事发当天她和朋友在家大牌 刘燕燕穿一身黑 到她家诉苦 她就嘲讽刘燕燕说 今天是来吊燕吗 刘燕燕情绪低落地回家 还是宾客觉得不对劲 催促郭美珠打电话 郭美珠拖了一会儿拿电话 才看到刘燕燕的短信 她说 如果当时她再拖拉一会儿 刘燕燕可能真的会去世 所以自己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这事也撕了很久 最后法官裁定 刘燕燕受访言论不实 一审判军役35天 罚35000元 高院此前还驳回 刘燕燕的上诉 全案定线 走过鬼门关后 刘燕燕除了说出 凝染多年的真相 也表示自己已经放下 等待浪子的执念 刘燕燕说 我已等三十年 不会再等了 有良心 你生缘就会来 强扭得刮不甜 不是我的 我也留不住 但是我的儿子太委屈了 三十几年 没喊过一生爸爸 而儿子也觉得 妈妈太委屈 努力打拼工作 发誓以后 要靠自己好好照顾妈妈 刘燕燕笑说 现在自己一切很好 只怕能快点抱孙 乐享天伦 刘燕燕这个故事 非常奇特 一个女人遇人不输 渣男几十年不出面 她却撕起了自己的朋友 被她撕的闺蜜 其实也并没有 一直跟她同气连之 要知道 当年上节目的时候 闺蜜就曾对 刘燕燕的哭诉 露出了不屑脸 听着很奇葩 但是要知道 在演艺圈里 这种事情很常见 所以我们平常 无论是交朋友 还是谈恋爱 都需要擦亮眼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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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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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